诗篇的大结构 诗篇也是有很大的方法 诗篇的序言 第一篇跟第二篇 第一篇就是讲到律法 第二篇就是讲到弥赛亚 而诗篇第一卷 我们注意到 从第三篇到第41篇 第18篇是有关于弥赛亚的诗篇 而第19篇就是讲到律法诗 因为在那篇里面就讲说 你的话语就胜过津津 你的话语比蜜还要甘甜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首 有关于上帝律法的诗篇 可是律法诗篇都是跟弥赛亚诗 是紧临在一起出现的 那诗篇的最后 第一卷最后一篇 是第41篇 这篇在约翰福音第13章 那个地方 耶稣曾经引用过 就讲到说 那与我同桌吃饭的人 却用脚踢我 我们说这篇诗篇 看起来好像跟弥赛亚预言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可是耶稣看他呢 是在诗篇的第一篇 第一卷的最后一篇 却是跟他的预言有关系 所以他引用中间那一篇 讲到说与我同桌吃饭的人 却用脚来踢我 这是预言到耶稣基督被人出卖 而这篇的结尾第13节呢 就是讲到对上帝的颂战 所以用这个弥赛亚诗 来结束第一卷 也借着这个弥赛亚诗 带来众人对上帝的颂战 那这个模式呢 我们在诗篇的第二卷里面 大概也可以看到 诗篇的第二卷呢 都是讲到大卫的诗 里面非常的多 而且多半都是讲到 有关于他的受苦的方面 可是你看诗篇的第二卷 结尾呢是七十二篇 七十二篇呢 它是一个有关于 理想的君王的诗篇 讲到这个理想的君王 他顾念贫穷人 他为他们伸张公义 他替上帝来替天行道 他顾念他的百姓 而这个理想的君王 他的国度也要无穷 他治理的范围呢 也要直到地级 那这个是一个理想君王的 一个最好最好的诗篇 而这篇诗篇结尾呢 也是对上帝的送债 所以你看到 诗篇第二卷呢 最后也是用这个 弥赛尔诗来作为结束 那看诗篇第三卷呢 也是一样 诗篇第三卷呢 里面多半都是亚萨的诗 而诗篇的第三卷呢 最后一篇呢 八十九篇呢 就是一个弥赛尔诗 八十九篇里 就把它分成两个大段落 前面一大段呢 是讲到有关于 大魏蒙上帝拣选 成为这个受高者 而后面一段呢 是讲到 大魏的后代 坐在以色列宝座上面的 这些君王呢 都不行上帝的道 结果呢 他们就离弃了神 也被上帝离弃 但这篇诗篇 却让人更加看到 对于将来 这个弥赛尔的一个盼望 八十九篇最后呢 是用颂战做结束 诗篇第四卷 是从九十篇到一百零六篇 九十三篇到一百零一篇 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耶和华作文 这个好像就是回应 诗篇的第八十九篇 八十九篇呢 是看到对地上的君王的失望 而九十三篇到一百零一篇呢 是讲到天上的君王 这个耶和华 他就来到地上 来治理他的百姓 让人的失望 就转成了盼望 想到说耶和华自己做王呢 带给他们最大的希望 有了这样子的 弥赛亚做王呢 或者说耶和华做王 就有诗篇一百零三篇到一百零六篇 对耶和华的颂债 那篇呢 我们看到都是哈利路亚诗篇 我们中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为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这原来的文字呢 就是哈利路亚 一百零六篇的最后一节呢 也是对耶和华的颂债 然后一百零五篇 我们看到呢 它是由几部小诗歌集 共同组成的一卷 这里面最主要呢 都是对上一个颂债 从一百零七篇到一百一十二篇 这里面呢 是一个小的诗歌集 它靠近结尾的地方是一百一十篇 这是一个弥赛亚诗 那边讲到说耶和华使他得胜 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 那边讲到说耶和华特别拯选他 使他是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 来做祭司做君王 因为麦基喜德呢 就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提到的祭司 也是第一个提到的君王 而且他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这个麦基喜德就成为后来 所有弥赛亚预言的一个基础 那么一百一十一篇跟一百一十二篇呢 可能是跟耶和华的律法有关的 所以你看到 弥赛亚诗跟律法诗呢 讲到律法的诗篇 都是仅仅在一起出现 然后一百一十三篇到一百一十八篇 我们称作哈利路亚诗 一百一十八篇是讲到弥赛亚 一百一十九篇是我们大家最熟悉 最熟悉的 一共有一百七十六节 是圣经里面最长最长的一篇 这篇诗篇呢 只有一个主题 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律法 而这个律法呢 就是跟弥赛亚是仅仅连在一起的 然后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四篇 这是一个小诗歌集 这是上行之诗 而你注意到呢 这些上行之诗 它有一个过往的特色 每一篇都很短 通常呢 都不超过八节 甚至有几篇呢 只有三节 可是就是有一篇 在这个小诗歌集里面 篇幅最长 就是诗篇的一百三十二篇 而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呢 就是讲到有关于这个弥赛亚 这个弥赛亚他是一个君王 但是他最重要的责任呢 却是要来建造圣殿 这个一百三十二篇 就是有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的诗篇 那这个诗篇也就放在上行之诗的 最后靠近结尾的地方 而一百三十四篇呢 作为这个小诗歌集的结束 它是一个对上帝的颂哉 在圣殿里面 聚会报结束了 实际已经很晚了 祭司跟百姓彼此就在互相的祝福祷告 百姓呢呼吁这个祭司 说你夜间在圣殿里面 要举手向上帝来颂哉 而祭司呢也为百姓来祝福 让他们可以平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地方 最后呢 诗篇的一百三十五篇到一百四十五篇 这是大卫的诗 所以你看到 虽然这个前面第一卷跟第二卷 讲到大卫的祷告 但是那个没有把大卫所有的诗篇 通通都放在里面 一百三十五篇到一百四十五篇呢 也是大卫的诗 而一百四十四篇 是一个弥赛尔诗 讲到耶和华作王 直到永远 而一百四十五篇呢 是一个颂哉 最后诗篇的结束呢 是一百四十六篇到一百五十篇 这是我们一般称作 是一个哈利路亚诗 用颂哉来做一个整个总结 那么我从这个结果跟大家来分享呢 就是看到整个的诗篇 一共一百五十篇 是用三类的诗歌来贯串 就是律法诗 弥赛尔诗 跟颂哉诗 我们注意到呢 里面有几篇 特别是讲到律法的诗篇 好像诗篇的第一篇 第十九篇 一百一十九篇 还有一百一十一篇 跟一百一十二篇 这些诗篇呢 都是紧跟在弥赛尔诗篇一起出现 诗篇的第一篇 是一个律法诗 接下来就有第二篇 讲到弥赛尔 诗篇的第十九篇 讲到律法诗 他前面的第十八篇 就是讲到弥赛尔 诗篇的一百一十九篇 是讲到律法的 而前面的一百一十八篇 是讲到弥赛尔的 所以这个律法诗 跟弥赛尔诗 都是紧跟在一起出现 这个构成诗篇第一篇 到第一百一十九篇的 一个大的结构 而诗篇第五卷里面 有三组的小诗歌集 哈利路亚诗 上行之诗 还有大卫之诗 这三个小诗歌集 都是用弥赛尔诗 和宋战诗 来作为结束 而第四卷 就是从诗篇第九十篇 到一百零六篇 它前面的大部分 就是九十三到一百零一篇 都是有关于 以耶文王作王这个主题 而用宋战作为结束 诗篇各卷都是用宋战来结束的 其中的第一卷 第二卷和第三卷 都是用弥赛尔诗来结束 而最后的五卷 最后的第五卷 就是一百四十六篇到一百五十篇 通通都是对耶文王的宋战 这是哈利路亚诗 这个显示出来 诗篇它整个写作的目的 就是要来宋战上帝 所以这个诗篇的大结构 我在这个地方讲到 它似乎是要强调 唯有借着尊情律法 和弥赛亚的来临 才能带领人进入到完全的宋战里面 尊情律法或者是一个开头 而弥赛亚赐给我们属灵的力量 带领我们可以真正的敬拜上帝 我在这边也另外讲到 我们敬拜上帝 看到诗篇里面 它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型 诗篇有些人把它做一些分类 有对上帝的哀歌 有颂赞、信靠、赞美 或颂赞里面也可以分成几类 赞美上帝的救恩 赞美上帝的掌管历史 赞美上帝的创造 但你不管哪一类的诗歌 最后都是要带领人 进入到对上帝的赞美 那么我们以后再讲到哀歌的话 也会注意到 哀歌就是人对上帝的抱怨 但是哀歌或许是一个诗歌的格式 诗歌的类型 但是哀歌不能够拦阻人 不对上帝来送赞美 这些哀歌 它都有些不同的格式 从抱怨 讲到它的苦况 讲到它的对上帝的信靠 最后一定会进入到 对上帝的许愿跟赞美 即使像哀歌是人最痛苦的时候 对上帝的祷告 但是都是要以赞美作为它的结束 这个我们看整个的诗篇 一百五十篇 也差不多可以看出来 诗篇一百五十篇 大概哀歌 多半都是在它的第一卷跟第二卷 多半都是大位的祷告 而最后的诗篇的第四卷跟第五卷 都以送赞为主要 所以他以哀歌做开头 他以送赞作为结尾 这也是讲到我们个人 在上帝面前 一个祷告的生活里面很宝贝 有些人说 我们不会做人的话 多读真言 不会祷告的话 多读诗篇 人在不同的景况里面 都可以在诗篇里面 找到一些合适他的 能够表达他内心里面的景况的 这些诗篇来对上帝的送赞 这个是诗篇里面的大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上帝的一个送赞 最后再讲到另外一个 诗篇的哀歌 诗篇里面有一类的诗歌 我们称作哀歌 最早期的哀歌呢 可以在约书雅记里面 你可以看到 约书雅记第七章 第七节到第九节 在世事记的第二十一章第三节 也有提到哀歌 世事记第十五章 十八节里面 也提到有哀歌 我们稍微看一下 约书雅第七章 第七节到第九节 约书雅说 埃灾主耶和华 你为什么敬礼这百姓过约乱河 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 使我们灭亡呢 我们不如住在约乱河那边道好 主啊 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 转备逃跑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将来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 就必围困我们 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 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你看他说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呢 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 人在不如意的情况里面 也有对上帝的抱怨 这些抱怨呢 我们就一般把它归列在 叫做哀歌这个里面 哀歌呢 其实就是抱怨 早期的哀歌 我们刚读到像《约书雅记》第七章 另外像《世事记》里面也有提到几个 哀歌在这个试验里面 占到大概五分之二的篇幅 主要在第一卷 第二卷 还有第三卷 它的标准形式 可以用四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呢 就是追溯上帝过去的作为 第二个呢 就是抱怨上帝今天的不顾 第三个呢 就是坚持上帝是我唯一的盼望 第四个 就是赞美上帝将来的行动 那这是哀歌 它共同的一个形式 那这种的形式呢 在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 他们也有一些的抱怨的诗歌等等 但是呢 都没有像以色列的哀歌 这样子的形式 特别呢 就是第四点 埃歌里面呢 一定包含 就是对上帝的赞美 对上帝的许愿 即使上帝还没有正式来实行拯救 但是呢 我已经得到了确实的把握 我可以来对上帝送赞 所以我们在读哀歌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常常从抱怨恳求 突然转成对上帝的许愿跟赞美 有一个学者是这样说 赞美呢 他不是跟上帝讨价还价 而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这种赞美的诗愿 在巴比伦和埃及的哀歌里面 都没有的 而这些诗愿都是指到将来 我已经得到我主的应许 我就来赞美上帝 不需要等到这个事情 完全的成就 那这些有关于哀歌里面呢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的类型 一个呢 是属于个人的哀歌 一个是属于团体的哀歌 在个人的哀歌里面呢 作者主要都是大卫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对于大卫 他的内心世界 可以有更多的认识 他是以诗边的第一卷跟第二卷为主 团体的哀歌呢 作者主要都是雅萨 还有可拉的后裔 出现在诗边的第二卷跟第三卷 有关于痛苦的来源 或是痛苦的原因 个人的哀歌里面呢 就是直接讲到 就是上帝 就是你 但是呢 提到的时候呢 比较间接 比较委婉一点 他主要是求 求上帝不要拒绝 求上帝不要远离 求上帝不要忘记 求上帝不要不听 求上帝不要不救 他用这个比较间接的委婉的方式 表达对上帝的抱怨 讲到他的痛苦的来源 他也可以提到我 或是我们 主要是讲到身体跟心灵里面 受到双重的痛苦跟羞辱 他有的时候讲到他们 他们是我痛苦的来源 这个他们呢 多半都是讲到 是在同一个信仰的团体里面 有人就是会去欺压别人 这些人太强大了 我们对他无从对抗 而且没有人来救我 那再讲到团体哀歌里面 讲到痛苦的来源的话 也有讲到说 我 讲到你 讲到他 他讲到上帝的时候呢 多半非常的直接 而且语气非常的尖锐 对上帝就直接的就来问 为什么 问上帝说 这个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 在团体哀歌里面 若是讲到 我是这个痛苦的来源 比较多就讲到 我们整个团体的罪 就是因为我们的罪 我们没有遵行上帝的道 偏离了他的路 我们回背了他的冤 以至于我们今天 受到上帝给我们 这么多的刑绑 这是我们自食恶果 那一讲到说 敌人呢 就讲到他们 这都是讲到说 敌国 敌国呢 他来侵略我们 敌国 监察我们的城 敌国 掳掠我们的百姓 甚至杀害我们的同胞 这个成为我们 受痛苦的主要来源 在爱歌里面 有对上的祈求 在个人爱歌呢 比较多是 求上帝 拯救我 脱离苦尽 而在团体爱歌里面 讲到更多的 比较激烈的话了 求上帝垂听 求上帝赦罪 求上帝拯救 还有呢 求上帝要挤打仇敌 那这个衍生的类型呢 在个人爱歌里面 就是我们看到 有智慧性 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呢 就看到有些人 平常有恶言恶语 做出来的恶行恶状 可是呢 却能够其生也荣 其死也哀 让我们这些人信到上帝 却觉得好像是生活在苦胆的当中 那这个是智慧师 但智慧师呢 因为人的心中的不平 就逼着人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就看他眼目 看见原来在这样的人当中 上帝是怎样的来 对待他 讲解他最后的结局是如何 这个呢 像这个《诗篇》第73篇 《诗篇》第37篇 都是最好的例子 个人爱歌呢 另外一个衍生的类型呢 就是毁罪师 我犯罪了 我得罪上帝了 我不能够怪罪任何其他的人 就是我自己 唯独我的罪 在上帝面前被他击灭 唯独我的罪 被上帝刑罚 而我在上帝面前 向他来深深地毁罪 求上帝得我来赐恩给我 所以这种毁罪师呢 在这个《诗篇》里面 大概有六篇 是属于个人的毁罪师 最有名的一篇呢 就是《诗篇》的第51篇 大卫以八十八犯罪之后 他就向上帝来献上 这个毁罪的祷告 团体哀歌呢 他的衍生类型 就是我们一般称作 诅咒诗 这个诅咒诗呢 特别里面有一些字句 就是讲到 求上帝 击打仇敌 那这个是 我们很难面对的事情 有些人说 这个诗篇可以放在圣经里面吗 但是确实把人内心里面 那个痛苦 对上帝的抱怨 把它就表达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在圣经诗篇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类型 就称作哀歌 有个人的哀歌 也有团体的哀歌 那么我再稍微简单地说明一点 有关于台底 团体哀歌 团体哀歌呢 讲到三个痛苦的来源 就是讲到你我他 这些抱怨 那么有三段经文 略如其他一样 他讲到 像这个干害 可能取代仇敌 在诗篇第83篇里面 特别讲到 仇敌就是成为我们 抱怨的来源 我们受苦的来源 这个诗篇83篇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整篇诗篇都讲到 仇敌是我们主要 这个痛苦的来源 而在耶利米哀歌呢 就是耶利米先知 在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 他所写下来的哀歌 耶利米哀歌的第五章 因为我们这些人犯的罪 使上帝刑罚我们 我们这些人的罪呢 是我们最主要的痛苦的来源 团体哀歌里面 有抱怨上帝 有抱怨自己的苦瓜 有抱怨仇敌 对人的轻抗 那个人哀歌呢 那么我们跟这个团体哀歌 做一点比较的话 个人哀歌对上帝也有抱怨 不过呢 不像团体哀歌那样 那样子的显著 那样子的尖畏 他比较是用间接的方式 表达出来了 好像说 因为我们诗篇第27篇 第9节那里 他就求上帝 主啊 求你不要掩面不顾我 求你不要在路中远离我 求你不要减除离弃我 像这种呢 那个对上帝的抱怨 跟对上帝的恳求 是在一起来出现 也是用比较委婉的方式 那另外像诗篇第22篇 也是一个很好的历史 诗篇第22篇里面呢 他抱怨上帝 也跟上帝的恳求 是连在一起出现 那个人的苦况方面呢 在团体的哀歌 主要是讲到仇敌对我的攻击 造成痛苦 在个人爱歌里面 比较少提到这些 他比较多提到哪一些呢 提到说 我身体受苦了 我灵性受损了 我面临死亡的威胁了 还有贫穷困苦0到5 还有自己呢 自卑可怜等等 这是成为个人在上帝面前 抱怨的主要原因 个人爱歌里面抱怨仇敌的话呢 他是求神什么呢 他是要求神怎么样来对待仇敌 而且告诉上帝 这些仇敌真实的性质 这些仇敌呢 被称作是恶人 在诗篇里面 多半讲到恶人是什么呢 多半讲到恶人就是那些 不按照上帝是神来敬拜他 不按照上帝给人的指引来生活 这些就称作恶人 这些恶人呢 他们不相信上帝 他们也不看重一般的人 但是他们带来给这些信靠上帝的人 很大很大的痛苦 这些哀歌在圣经里面很多 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哀歌它里面几个主要格式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了 就是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 还是可以常常在用 我们在生活中间 都会追念上帝过去的作为 这是提醒我们 上帝他的信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但是在我们今天生活中 有许多的不愉快 许多的不顺遂 这是抱怨上帝今天不顾 这是上帝不从在了 或是上帝远离了 他似乎不理我了 可是呢 我还是坚持上帝是我唯一的盼望 因为我信靠上帝 我恳求他 他是我唯一的出路 而且我就赞美上帝将来的拯救 一旦我有了把握 知道说上帝必定要行动 我就要来赞美他 即使上帝给我的应许 还没有完全实现 但是呢 我就已经决定要来赞美神 求主伸给大家 让我们从哀歌里面 能够多有一些学习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損得多一样 我觉得她还给这样 都追求